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发现时不时的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麻烦 问题 或者一些危机出现 所以人们常说风险与危机无处不在 无时不由 那我们如何来去认识 准备 预防和应对有关的风险和危机呢 尤其是作为我们公共组织 以现代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 它如何去有效地去预防应对相关的一些风险和危机 来实现社会和整个公共生活的平稳运行和安全的发展 那所以呢 我们有需要来一起来探讨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话题 那我们的课程呢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来一起探讨公共危机的性质 特点 类型 它的发生发展的机理 它产生的原因 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一些后果 那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去探讨 我们面对这样一些危机 我们如何去采取相关的一些战略策略方法 尤其是我们要运用一些制度化的方法 像体制 机制和一些法制的安排 能够有效地去评估 准备 预防 应对 以及恢复相关的一些状况 那来管理这样一个有效地管理这样的危机 那因此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今天研究危机和风险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同时呢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课程 大家能够有三个提升 一个提升就是我们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提升 那这个方面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在座各位同学在参与我们课程之前 比方说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们会想想我们今天在出门走出宿舍 到我们课堂的这一段会有些什么样的风险 有没有想过 也许想 也许没有想过 那也许经过我们的课程之后 大家回去会 在将来我们再出门的时候 我们会提前想一想 我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什么样的问题 我要做相应的什么样的准备 这就是风险意识的提升 危机意识的提升 那第二个方面 我们希望大家来系统地学习 公共危机管理的有关知识 这里面会涉及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一些 危机本身的一些知识 也要涉及到危机管理的 不同环节里面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像危机决策 然后像危机沟通 危机协调 甚至包括前端的 像风险评估 危机的评估 还有我们后端的 我们的危机的恢复 等等 这些环节 我们要学习相关的一些 我们刚才提到的战略 策略 一些方法 等等 也会涉及到危机管理的 相关的体制 机制和法制的 有关制度安排 那这些我们可以说 都是专业自治的范畴 那第三个提升 我们希望大家提升的是 我们的实践技能 我们的研究技能 通过我们的学习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运用我们所学的 有关的理论 有关的方法 来去分析我们现实的问题 来帮助解决现实当中 所存在的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的实践能力 我们的分析能力 都可以得到一个提升 因此我们希望大家 有三个方面的提升 好 那接下来我想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前面我们会简要地介绍一下 我们课程的一些基本情况 而后呢 我们在探讨我们中国 危机的一些形态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先从一个微观案例开始 我们来体验一下 一个危机 它的发生 发展的过程里边 会有些什么样的一种特征 然后我们再回到一个宏观 当我们来看我们中国今天 当下的中国 我们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们还面临着 哪样一些主要的问题 和主要的危机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危机形态 是什么 那后面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交流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停下来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好 那我们的课程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教材 我们列在这里边 第一本是2003年 我们出版的危机管理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们薛兰教授 领先来出版的一本著作 时间历现在稍微久一点 但是大家都知道 当时是正值SARS期间 这本书的出版 可以说对当时的 我们的SARS的应对 还是产生了非常及时 非常积极的作用 那第二本书呢 是最近几年 我们的国务院 应急管理专家组的组长 沈存昌先生 他领前来去编写了一本书 叫应急管理概论 这本书呢 可以说是集我们国家 应急管理的一些大臣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著作 也是很好的一个教科书 那第三本是 张晓明编写的 公共部门危机管理 这本书呢 也把国内外学界的一些成果 和相关实践性的一些问题 有机的整合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 大家可以来去参考 我们的课程安排呢 大体上呢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 会涉及到我们中国危机管理的形态 而不是我们中国危机的一些形态 那还会涉及到危机和危机管理的一些基本要义 那另外呢 就是接下来呢 我们会涉及 就是中国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演化过程 还有呢就是风险评估和危机治理 那 接下来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看 我们 我们相关展示出来的内容 总共呢 我们设计里有十个专题 那这十个专题呢 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白颜色的 那相对来说是我们这个课程 主体的内容 那其他几块呢是我们加入的 大体上是这样 那参与我们这个课程教学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除了我之外 还有我们的薛兰教授 是我们薛兰的院长 他也是我们国务院 应急管理专家组的成员 那他参与我们这个课程 对我们这个课程是非常大的支持 那此外呢 我们这门课程 那还有其他几位老师来参与 大家可以看到有 有曹峰老师 也是我们基地的副主任 还有我们基地的另外一位副主任 叫吕孝李老师 还有就是我们基地的兼职研究人员 刘兴传博士 还有刘宝霞博士 他们几位呢 分别都要参与到 我们的课程当中来 后续呢 他们会相应来跟大家见面 他们参与的课程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在大纲上呢 来看到到 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中来说 我们的课程中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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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不吝点赞尬